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尽量擀得碎一些 这样就可以了 放在肉里头 调味儿 放油 香油 酱油 一点料酒 便粉 胡椒粉 搅鱼 一个蛋清 好 放一边备用 好 准备一些浮调 香葱 葱头 姜末 小辣椒 或者辣椒粉 没炒过的 孜然 白芝麻 香菜 好 现在把火开开 放一些油 肉 我们要把这个肉 等于是炸一下 现在把肉放进去 肉比较多 但放进去 不用先搅动 让它煸一下 这样煸 煸出点焦黄来 香气就出来 这样煮完就味道出来 全程一直开大火 你看现在已经有些焦黄了 这样就差不多了 好 现在可以把肉捞出来 桌里再剩一点油 小料都放进去 孜然 葱姜 葱姜 辣椒 煎炒 把出香味 然后把肉倒进来 我们之前没有放盐 现在放盐 再放些胡椒粉 白胡椒 来点酱油 翻炒 芝麻 还有我们的香菜 迅速翻炒 关火 出锅 好 孜然羊肉就做好了 肉质爽滑鲜嫩 孜然味道非常浓郁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欢迎您订阅 我是枫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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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